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飙车 我是宣敦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那么今儿呢 继续跟大家去聊这台 我身后啊 就2.4自吸 9速变速箱的自由光 那上集呢 也是跟大家去看了静态的一个部分 外面也好 还是里面也好 那今天呢 主要还是跟大家去做几个相应的测试和试驾 因为呢 测试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没有看昨天的节目小伙伴呢 一定要记住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大飙车 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评测呀 包括一些使用方式啊 都是放在一天去做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进行我们的测试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进行第一个测试 就是发动机抖动的一个测试 那我手里面呢 是一个加速度的振动传感器 好 那我们还是来看这辆车啊 那这辆车呢 是一个横置式的发动机 所以呢 我们要去这么的测量 那现在呢 车已经完全热积了 空调已经关掉了 然后找它的最高点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看看它的抖动数值到底是多少 最后在呢 3.4米斜盖秒平方的这个位置呢 就停下了 所以说呢 这个是它的一个振动的大小呢 还是要看我们公众号下面的那个表 好 我们现在呢 进行第二个测试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进行我们第二个测试项目 就是这辆车发动机的一些噪音 那我们现在呢 还是跟大家直接读数啊 那方法呢 就是热积 然后呢 把发动机那个盖给拿掉 然后20公分的位置 然后去测得它的数字 现在屏住空机 让大屏块看看它的读数是多少 OK 好 基本上是68.5吧 基本上是68.5左右这么一个数值 我们就按照68.5计算 好 那现在呢 这是它发动机本身的一个声音 那我们现在呢 去到车内看看它2000转的声音到底是多少 好 那么现在测一下它里面2000转的一个声音啊 就是我还是乘化短测 是因为空调影关了啊 里面聚热跟桑那一样 好 我们还是屏住呼吸 踩到2000转 看看它的读数是多少 基本上是51.6的出现的次数是最多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定格在51.6 好 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测试项目 那这是我们最后一项测试了 就是这辆车的一个原地力距 那还是老办法啊 然后呢 这边已经烧好了 然后清零 清零 清零 然后是轻轻的勾上 匀速 拉90度 嗯 感觉有点沉的感觉啊 OK 稳住 好 1.729 1.729公斤 1.729公斤呢 就是它的一个原地力距 当然呢 这个数值呢 包括说我们之前测的那些数值呢 也都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下面的文章里面啊 能够看见是第几名 第几名 好 那么现在呢 都测完了啊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出发 看看这辆2.4的自由光开起来是怎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把这辆车开起来 跟大家去聊了 还是先念念纸面数据啊 这辆自由光呢 一共有两个排量 一个是2.0的排量和一个2.4的排量 同样都是自吸的 那2.0的排量呢 它的最大的功率是114千瓦 那最大的扭矩呢 是190牛米 那我们现在开的这辆是一个2.4自吸的 那它的最大功率呢 是128.5 还有一个点5呢 128.5千瓦啊 换算成马力呢 是175匹马力 那最大扭矩呢 是228牛米 都是烧92号汽油啊 当然对于发动机这样的事呢 我们在拆车时候呢 会跟大家再去多聊一些啊 其实它的发动机 嗯 还是有一些故事可以去讲的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主要从这个开的角度上去聊啊 当然呢 对于这台车呢 可能大家更多的印象 哇塞 它是一个九速变速箱啊 的确 你横观啊 就是所有这个级别的车来说 这辆车可能真的是唯一一定要运用到了九速变速器的 当然这个车的九速变速器呢 是ZF产的一个 对应于横置发动机的一个九速变速器 当然我们之后还是啊 就是在拆车的环境呢 会跟大家聊到更多一些这个它的九速变速器 当然说呢 提起吉普呢 就不得不说啊 就是它在中国市场所做的一些营销 吉普这个品牌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地盘 还是老化 我们的拆车环境会跟大家去聊 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是比较有限的啊 之后会跟大家多多的聊一些 当然说呢 对于这个吉普呢 对于国人而言呢 第一感觉 哇塞 豪华品牌 没错啊 包括大窃也好 就是感觉开上这辆车简直就是步入了这个人生巅峰 但是说实话 你把这些完全都抛开的话 你仅仅把它当作是一辆车 你再去感受它的所谓的质感也好 转向也好 还是它的这个悬挂也好 跟豪华似乎没有什么差点的关系啊 它的启停我认为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抬开刹车以后呢 它会比较快的速度启动它的放动机 而且你仅仅是能够听到它的启动的声音 从整个的这种冲击 包括振动来说呢 不是特别明显啊 所以说这个启停呢 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悬挂 它的整个的地震并没有所谓的高级感 也有所谓的脑子里面豪华车那种厚重感 真的无论是奥迪宝马 奔驰啊 这些所谓真正的豪华品牌 包括甚至于雷克萨斯 它的底盘起码说在质感这一块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但是对于这辆车而言它真的好 仅仅是一个车 我们不要想它是吉普 它是吉普 它是吉普 打牵托机 人生巅峰 这个都不要想啊 我会觉得它的底盘跟我们开过那么多的日系车也好啊 韩系车也好啊 甚至于自主品牌也好啊 其实本质上面来说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差别 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代步车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豪华感的确没有 但是呢 它的确又做的不差 如果说把它称为一个合格的车来说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所谓的震动啊 不会额外的放大 包括说它的质感 它的阻尼啊 还是调的比较适中的 它的确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所谓的硬伤 就是我们的确无论是开过自主品牌也好 还是开过一些合资品牌也好 有些车的悬挂调的是有硬伤的 这辆车我会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偏舒服的一个状态 偏柔和 你开起来虽然说它不能给你更多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的豪华感之外 其实你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廉价车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那转向呢 对于吉普来说呢 实在是跟这个运动说不上什么边啊 但是该有的还是会有 我转还是比较听过命令的 我向左啊 我向右啊 我向前啊 这个抖音啊 它明白也是一个抖友 就是我会认为是比较好开 这辆车平顺性啊 当时呢 我仅仅是说方向盘和这个悬挂的这种所谓的柔和度而言呢 我就认为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这个整个来说呢 是偏舒适吧 正常代步车偏舒适的那么一个感觉 发动机呢 是有两个 一个是2.0的 一个是2.4的 那发动机呢 它叫做一个全球的这个发动机战略啊 全称我印象中叫Global Engine Manufacturing 什么Airline的一个词啊 其实发动机这块呢 我倒觉得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是因为的确有三家公司一起在做这个发动机 而且它的这个所谓产品线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也有一些相应的技术 而且我从这个发动机的响应战略话来说呢 我认为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吧 的确带来不了那么多所谓的推背感 但是我觉得对于吉普来说呢 2.4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也仅仅是我会认为2.4真的是够用啊 就像刚才说的 它是一个9速变速箱 也是ZF可以说几乎是为这种所谓的便宜车 量身打造了一个横置发动机的一个9速的变速箱 大家知道啊 就是一般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更多的9速也好 10速也好 它一般都是一个纵制的发动机 纵制的发动机它后边变速箱 它会有一个更大的距离 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而横置发动机其实它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这台9速变速箱的车和之前的6速变速箱 其实在大小方面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变化 所以说呢 对于ZF而言 它也是啊 就是创新的有一些所谓的相应的专利 而其中一个专利就叫做犬牙式的狗牙式的离合器 而这个离合器所带来的问题也是对于这辆车来说诟病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的确会感觉到换挡的时候会有一个齿轮咔啦 当然的 不是每一个挡都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你在从R挡切到D挡的时候 你会有一下这种感觉 而且在开的过程中 它在某一个挡的时候也有一个会这种感觉 这个我确认的确是有的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9速变速箱而言 网上也有小伙伴说的 说它几乎是上不到9速的 的确啊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 是我在开的这段时间 它真的是很难上9速啊 就是我在开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小伙伴们所说的密技啊 在开到100公里多一点的时候 在缓缓缓缓的往上踩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这个变速杆推到手动模式的时候 它会看到了一个9速 可以说你再慢一点 你再快一点 你再搅深一点 或者再搅前一点的话 这个9速都是完全几乎是用不上的 我也会跟小伙伴去开玩笑 我说呢 与其用不上的话 那不如下一次这个 呃 机普也好 还是这辆 呃 线转机 自由光也好 我跟你说 我是一个12速的变速箱 反正你也加不上去嘛 我说了又说了 12速又能怎样呢 你是为了一个9速去买它的话 啊 这个还真是有点失望 是因为这个9速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我可以说在95%以上的这种情况下 你都用不到它的9挡 作为这种犬牙式离合器的专利下带给你的这个冲击 反而是你无时无刻都能够去碰到的 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比较畅通的路段啊 那我现在呢 是80公里巡航 那它的转速的今天是一个1000块转 我切过来看 它现在啊 上到了一个7挡还是挺容易的 好 一二三猜 嗷嗷的一声叫以后呢 我会从它的转速的上面能够看到 它并没有一个特别 转速上去以后 马上切了一个1挡 它是呃 像老牛叫一样 嗯 到那时候 哎 稍微的有一件事 当然我不否认的 这是呃 自吸发动机的一个特质吧 因为2.4对于自吸来说 它的确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排量 对于呃 机普的四驱系统本身而言 我认为还是比较强悍的 是因为呃 在呃之前 我的确是呃试驾过这辆自由光 而且是在试驾会上面 它们会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些越野的呃条件 呃 包括说呢 也会得到一些信息 对于呃 机普的它的四驱系统 其实是美国军方共用的一些技术 所以说 我不会过多的去怀疑呃 机普的四驱系统的这个所谓的强悍的程度 但是它所谓的这种调性 这种所谓豪华 我是有些怀疑的 包括说它所有的质感 大家应该知道啊 我们的小姐姐除了有一辆这个老掉牙的一系之外呢 就是有一辆它非常自以为好的木马人 当它开这样木马人的时候 我会问它 哎 说这个你对木马人最多的这个评价是什么 就是不是在修车的路上 就是在加油的路上 这是对它那个木马人的评价 当然说呢 对于机普这个品牌呢 它的确成品线也是比较长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自由光呢 也仅仅是它呃 其中的一个 当然说自由光呢 也是切诺机的一个换代产品吧 当然我们之后呢 会对它进行一个拆解 看看 哎 对于这个价格的机普自由光 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个豪华品牌 它里面真的是豪华嘛 这辆车呢 我们真的是开了一段时间了啊 它的油耗呢 基本上是在10升左右 2.4自吸 呃 10升 我认为是ok的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算是太高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 第二呢 就是味道 这个车里面呢 味道呢 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吧 就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皮子味 但是没有过多的呃 特别呛人的味道 你有呛人的味道吗 你呃 我们的摄像小哥嘴一掰 嗯 有 但是可能大冰块真的是这个百毒不侵了 当然说呢 最后还是会以我们这个测试的结果为准 呃 这辆车的噪音呢 呃 发动机的确会比较大 就是不会像一般的车来说 感觉2000转以下不是很明显 风噪 胎噪 我认为也是比较适中的吧 还是那话就是一个普通车的感觉 如果说从噪音这块去说的话呢 基本上是一个15万元车的水平吧 好 那试驾呢 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吧 那最后作为一个总结吧 如果说刨开这个机谱给人强奸的这种所谓豪华品牌的观念之外呢 其实这个车从开头感受来说呢 包括说它的内饰也好 包括说它的这个呃 感觉来好 其实就是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家用车吧 因为就感觉挡板啊 什么梗袋都比较大 那之前呢 也跟大家去聊聊这些东西了啊 据说 我不会感觉有更多的豪华款 但它的的确呢 也不算是一个特别难开的车 好 那接着呢 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吧 那接着呢 哎呀 前面开始堵车了啊 不知道我的油耗会不会上涨呢 呵呵呵 开个玩笑啊 好 那接着呢 就跟大家去聊到这了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的颜色 自己车自己堵的道兵画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车真话道兵画 那我们这辆吉普的自由光拆解 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